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再继续给我们的这个玩偶小女巫 做出来更多的她的一个万圣节的服装 那我们上次呢,是给她做了一个黑色的深色的黑暗系列的女巫服 好了,那我们在今天的视频当中要跟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可以把她上侧的服装给她去下来 然后再给她做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仙女的服装 让她变得一个小仙子一样 我们这边呢,就是需要用到我们的剪刀 然后把我们之前呢,上面再给她捆绑上的这个细线需要给她剪开来 我们现在呢,是要从后面把她的小裙子给她剪开来 把它两边呢,都慢慢的给她打开来 就可以把她这个裙子给她推下来了 就是从旁边的这个开始 好了,那我们的裙子给她推下来之后的话呢 看起来就是像这样子咯 没想到她自己呢,还能够完全的站在那里 也是非常非常可爱的 我们现在呢,再给我们的玩偶 她的身上多给她去除掉那些瞻鱼的剩余的一些粘胶 好了,那我们在旁边呢,给她准备了一个她的小道具 也就是我们上期视频当中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彩虹的独角兽 也是特别特别的可爱,她现在呢,已经是完全凝固了 然后我觉得做完之后超级超级的可爱的 尤其是那种小小的耳朵啊,还有她的小眼睛啊,还有她的小独角啊等等 那现在呢,我们是要按照她这个甜美可爱的风格 再去给我们的小的这个模拟游戏的娃娃去给她做出她的一个万圣节的装扮 我们可以用白色的这个silk clay,它是一个丝绒粘土 去把她的裙子呢,是给她包裹起来 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些滚轴 然后再给她边缘多给她进行一些的修饰 然后还可以用到一个粉色的小的粘土 然后再给她做一个小的粘土 我们可以把它呢 两边做出来各种不同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是要给它进行一个装饰 两个给它放在一起 我们可以在它的服装的后面 也给它做成一个小的马尾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就给它放上一个非常可爱的紫色的小装饰 我们可以在这边的小装饰 好了 那给它做好了一个紫色的黄罐 我们现在呢 也是要给我们的这个 彩虹小马呢 再给它做一个小小的黄罐 把它卷卷卷 给它做上我们的黄罐上的一个小独角 这边还有它这个小的猪猪 给它做成它的耳朵 可以把它贴上去 我们这边还有分上两个 小的超级超级可爱的 一个这个小的猩猩 也可以呢 把它放在它的黄罐上 给它进行个装饰 好啦 那么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呢 会非常非常的可爱 也差不多做好了我们这个小的 玩偶的另一套 万圣节的小的服装 非常的漂亮 非常可爱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老样子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 向上的赞 或者呢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